嗯 嗯 木凡 哥哥 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嗯 我 我觉醒了治愈戏 治愈戏 那不是白木凡吗 嗯 是啊 不是说魔法师在初阶 只可能觉醒元素魔法 像白魔法 黑魔法 次元魔法 都要到更高的境界才会觉醒吗 我也不知道 老实说是会存在一些特例的 慕凡哥哥 我知道你在做很危险的事 以后 以后我也可以帮到你了 不危险 不危险 就是打点怪捉点妖 话说 我还没有见过治愈系的魔法呢 我很快就可以完成七颗星子了 那要不要我去受伤什么的 给你练练手啊 开个玩笑 爱与光 交互捉 梦在现实中流落 魔法道路 荆棘太多 穿透胸口 在命运长河 你水星舟 不具所谓诅咒 对抗不公平 踏上了城城 海 月 过梦之丘 Brighted sky 着热门 Bright sky 着热闪意的双眸 解锁平凡 解开不说明 断信念从未改变 猫一行 猫一行 在交错 反转时空 要走在黑暗的尽头 完成了这一种声 看烟火 划过天际带着心事 落下就是双眠言 对罪之音 或许在内心 4点顺点 5点顺点 2点顺点 暗 5点顺点 1点顺点 7点顺点 三点顺点 3点顺点 下飞门 2点顺点 空涵 sale 4点顺点 超级地顺点 7点顺点 与光潮 空 Comuny 其中处点顺点 筑紫地顺点 时间过得好快啊 是啊 白天修炼 晚上烈腰 过得越充实忙碌 时间过得就越快 什么烈腰啊 没什么 话说起来 你打算考哪座魔法大学啊 我也不知道 走一步算一步吧 凡哥 你还有心思问我呢 你和穆卓云那个老混蛋约战的时间 就快要到了 凡哥 我听说这次那个老狐狸 特地把博城所有有名望的人都找来了 这次决斗还放在羽阳十八岁成年里上 明显就是坑你的 意思说那天决斗的场面会很大 那是当然 你现在怎么说也算是天然魔法高中的第一名 已经不是以前的莫凡了 穆卓云故意把你们的决斗放在羽阳的成年里上 用意很明显了 就是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让羽阳把我击败 好显得他穆卓云的养子羽昂有多优秀 莫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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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找你 你去一下 汤要是我有事找你 一点关于火系魔法的变化 要不晚上我去你公寓好吗 你终究要为当初的鲁莽付出代价了 这次穆卓云把你和羽昂之间的决斗搞得非常隆重 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决斗那天是他们穆家接班人羽昂的成年里 他请了博城很多上层人士到他们庄园参加晚宴 晚宴之后的重要节目就是我和羽昂之间的约定决斗 这只是七一 还有别的原因 这场决斗还关系到了帝圣泉 帝圣泉 你听说过 没有 上次那只独眼魔狼就是吸食了帝圣泉的器语 便差点进阶成了战将级的骨刺争狼 法师要进入其中修炼 岂不是有希望从初阶法师进入到终结 这帝圣泉可是个宝贝啊 我们博城有一口上千年历史的圣泉 魔法师在圣泉中修炼 修为可大幅度的提升 由于帝圣泉非常稀有 并且随着岁月正逐渐枯竭 我们博城约定俗称 每年只会让一名最优秀的年轻法师 进入其中 秘密啊 这么稀哦 学校这边 你毋庸置疑是我们的最佳人选 而家族势力那边 玉昂已经碾压了其他家族的年轻一代人 也就是说 这个帝圣泉名额就在我和他之间产生了 是的 这个穆卓云真的太会打算盘了 一剑三调 成年礼尚在博城高层人士面前 捧高了他的接班人宇昂 又教训了你当年对他的不敬 更获得了重要的地胜权名额 他算盘打得好又有什么用 他真的以为自己毕生无疑吗 讲实话 宇昂背景雄厚 无论是修炼资源 还是模具 模器的辅助 都要比你优越太多 你胜算不是很大 但搏一搏吧 别输得太难看 你尽力而为 至少在各大业界人士面前 展现出你的实力来 给我们天蓝魔法沟中 争点面子 我说 你们两位对我有点信心行不行 哎 听说穆老爷 把以前后勤司机莫家兴也请来了 还是宾客戏呢 什么都不懂还瞎说 那能叫请吗 难道你不知道莫家兴的儿子莫凡 要和羽昂决斗 嗯 哦 在那天的大宴上 那这个莫凡可是翻个身啊 那么多人看着呢 哎 翻什么身啊 就是给羽昂当配角的 羽昂实力在所有同龄人之上 穆老爷肯定要拿出来秀一秀 正好那个叫莫凡的小子自己作死 哎 我就不明白了 怎么会有这么不识好歹的人呢 原来是这样啊 那个莫凡也太蠢了 换作是我 当着那么多大人物的面 给别人当陪衬 当扎包 不如找个坑钻进去呢 就是 莫家兴看上去老老实实的 怎么生这么一个折腾事的儿子 你来穆家比较迟 我跟你说呀 好几年前 这家莫凡的还和穆宁雪大小姐 那这小子还有脸来啊 谁知道呢 莫家兴蠢的不行 他儿子一个德行 宁雪本来这个成年典礼爸爸应该给你的 可这小小的博城远不在你的眼里 羽扬也算是我一手培养 对我们也是死心塌地 王后啊 她也可以成为你的左往右臂 这一定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安排决斗吗 你是担心羽扬呢 还是担心那小子 哼 那小子现在 好歹也是天蓝魔法高中的第一名 羽扬又是我们家族除你以外最出色的继承人 他们两个之间的决斗怎么可以小打小闹 莫凡那小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惹恼我 我绝不会对他心思手软 天蓝高中的第一名 在我莫家培养出来的弟子眼里 又能算什么 他莫家兴能给莫凡的 和我莫卓云能给羽扬的 能相提并论吗 你去哪儿 随便逛逛 你怎么来了 我问了星夏 他说你在这里 来这里吹吹风 顺便看看决凳那天 我的舞台有多华丽 你家就是财大气粗啊 弄个成天礼 半座城又头又练的人都请来了 你最好别去了 羽扬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 这么说你这次来是带我跑路的 是你离开 最好是离开博城 羽扬七岁的时候流落街头 被我爸爸带到木甲 又一手栽培 对我爸爸言听计从 决斗那天 羽扬一定会对你下狠手的 往后也可能处处打压你 那压难 我看他不顺眼没十年 又有八年了 他是有些不怪 所以明天正好收拾他一顿 你有没有听懂啊 我是叫你明天不要去 我问你啊 你到中节法师了吗 你别去 一个多月后就是魔法大学的考核了 羽王一定会重创你 让你连这场重要的考试 都没法参加 我会去 为什么 我问你 你爸蛮横强势 为人势力 还逼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 那你会讨厌他吗 我爸关心我 体谅我 我无论闯下多少货 他都帮我担着 我考试一塌糊涂 我却固执地想要到天蓝魔法高中 他连问都没多问 就清静一切送我入学校 他待人宽厚 诚恳 新夏妈妈与他重组婚姻不到一星期便不辞而别 丢下新夏 他没一句言言 还继续照顾着新夏 你爸是什么样你自己也清楚 那种情况下你都不讨厌他 那我有这样的父亲 我是不是该用尽一切去敬重他 所以你能明白 当我看到他需要对别人低声下气 看到他总是被人嘲笑愚蠢 看到他从没被人尊重我时的心情啊 居然敢和大小姐私奔 是不是不想活了 对不起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要怎么样都行啊 别为难莫凡 他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哪不懂事了 懂事得很啊 懂得攀龙附凤 懂得蛊惑我女儿了 莫凡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以后要是再敢在他面前出现 我打断你的腿 现在有一场可以证明他所做的一切 并不愚蠢的绝佳机会放在面前 你觉得我会逃吗 而且 谁是配角还说不定呢 这一天总算来了 再来 这一天总算来了 我等你们好久了 今天来的都是城里最好的厨师 保证能和你们胃口 姐光 姐光啊 没想到今天还能到大家族里混菜饭吃 是啊 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里 菜堂你也太低调了吧 一直住在豪宅里也没听你提起过 你们也没问吗 菜堂姐 有邀请你这小混蛋吗 我差点忘了 你是给羽昂当沙袋的 还一副贵宾的样子 我都想你丢人呢 以后不许交集 差点忘了 他们不认识我 我去零瑶队时都戴着口罩和帽子的 好歹从小认识吧 别这么见外 一边去一边去 别妨碍我期待我的队友们 好可惜啊 但我说今天有事不能来呢 那小子要看到菜堂是大户人家 估计立马倒追 是啊是啊 怎么了小可 干嘛盯着人家看啊 没什么 只是好奇他是谁啊 就是那个不自量力的要和我表弟羽昂决斗的家伙 羽昂你们也见过的吧 那次帮助我们杀毒眼魔狼的 他背影看上去有点眼熟 嗯我也觉得呢 那天夜里他也在啊 是他发现独眼魔狼的 结果灰溜溜的就跑了 还听了魔法高中第一高材什么 哼 好像范墨和他年纪也差不多 但实力和勇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呢 嗯 嗯 嗯 你小子现在还有心情打吃打喝啊 教官 你怎么也来这里骗吃骗喝呢 怎么说话呢 我能来这儿是慕卓云那老祸的荣幸 我看你是得罪了博城大户了 要不毕业后就跟我的军队混吧 谁敢欺负你 我斩空的人把这豪宅给拆了 那我还是算了 我喜欢大城市 我不喜欢寻山老练 不识抬举 今天牧家真是大手笔啊 博城能叫得上名号的都来了 看来这羽昂真是牧家未来的接班人哪 肯定是吧 慕寧雪在帝都发展 这博城怎么也得有个接手的 慕凡 你怎么在这里 你们怎么也都来了 学校给的名额呀 你可是我们天兰魔法高中的代表 怎么可以没有我们学校人过来助威呢 真是 这名额本应该是我的 勉强让给你了 你可别给天兰魔法高中丢脸啊 老大 刚才我看到你爸爸也在受邀名单里 是不是他们搞的鬼啊 没什么 别说好事 让我爸爸来看看我是怎么赢的 诸位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全子羽昂的成年典礼 时间飞快 我一直深信 博城的未来 是掌控在这一批年轻人的手里的 俗话说得好 青春越来胜越来 我慕卓云能为博城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博城的年轻才俊 可以从我的手上接过这一切 建设更好的博城 并会涌现出更多像我女儿慕寧雪这样 震惊全国的天才 好 让我们举杯 为了博城的美好将来 干杯 干杯 当然 为了今夜更加有气氛 我安排了一场年轻人的决斗 待会儿 就让我们坚持一下 活成年轻人的风采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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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 esta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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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a 我